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林文樂老師 最近有個小朋友問了我一個很有趣的邏輯問題 叫做我讓你戴帽子 那今天我們就想一起來講一講這道題 這個題是說有一個班裏面有三個非常聰明的小朋友 他們三個都非常的聰明 這三個小朋友有一天被老師出了一個題 這老師就說 說我現在手裏面有五頂帽子 這五頂帽子有三頂是紅色的 紅色的有三個 還有兩個帽子是黃色的 然後我把這個五頂帽子中的三頂給你們三個人每個人戴上 戴上了之後 你們三個人每個人都只能看見別人帽子的顏色 但是看不到自己的顏色是什麼 然後當我說請回答的時候 請你們推理出自己帽子的顏色 然後把自己帽子的顏色說出來 於是這個老師就讓他們三個人每個人戴了一頂帽子 然後就說請回答 結果第一次說請回答的時候 三個人誰都沒有說話 然後老師又說了一遍請回答 這三個人還是誰都沒有說話 當老師說第三遍請回答的時候 這三個人異口同聲的說出了自己帽子的顏色 那麽請問他們三個人戴的是什麽顏色的帽子 好 大家想清楚這個問題了嗎 其實它並不難 因為一共只有五頂帽子把三頂給他們三個人戴上了 所以他們三個人戴的帽子就有這麽幾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就是三個人戴的帽子是黃 黃 紅 是兩個黃帽子和一個紅帽子 因為黃帽子最多只有兩個 對不對 那麽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就會有一個問題 什麽問題呢 戴紅帽子的這個小男孩就會思考 他說你看我已經知道另外兩頂黃帽子都被別人戴了 所以我自己戴的不可能是黃帽子 所以我戴的一定是紅帽子 對不對 因此這個人就會第一次老師問請回答的時候 他就會回答出來說我戴的一定是一個紅帽子 那因為他已經看到兩頂黃帽子了 所以他自己戴的一定是紅帽子 對吧 因此既然第一次沒有人回答 這說明了什麽 說明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的 那不是這種情況 那好吧 換一種情況吧 除了兩個黃 一個紅 還有什麽可能呢 比如說 還有可能是黃 紅 紅 一個小朋友戴黃帽子 兩個小朋友戴紅帽子 對不對 這個時候有一個戴紅帽子的小朋友就會想 說我戴的這個帽子到底是什麽顏色呢 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我戴的是黃帽子 如果我戴的是黃帽子的話 那就是兩個黃加一個紅了 如果是兩個黃加一個紅的話 當第一次老師問請回答的時候 就已經會有人回答出來了 結果第一次的時候沒有人回答 對不對 第一次就有人回答 如果我自己戴的是黃帽子的話 就會有人回答 那現在第一次沒有人回答 這就說明這種情況是不對的 是吧 那麽另外一種情況就是我戴的是紅帽子了 是不是 如果說第一次沒有人回答的話 那一定是說明了我戴的是紅帽子 所以我只需要在第二次的時候回答就可以了 第一次我一看 沒有人回答 那就說明這種情況被排除了 所以老師再問一遍 請回答的時候 我就應該立刻說出來 我戴的是紅帽子 但是事實上 老師第二次問請回答時也沒有人回答 這說明了什麽 說明這種情況也是不對的 這種情況不對 那只能說明黃紅紅這種情況也不對 黃紅紅也不對 那是什麽情況 那就只有第三種情況了 紅紅紅 所以這三個人戴的只能都是紅帽子 在第三次老師問請回答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一口同聲的回答 我戴的是紅帽子 那只有這種情況 沒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題的答案就是 三個小朋友戴的都是紅帽子 所以大家看 這個問題其實還是挺簡單的 可以給自己家裏邊的小朋友出一出 那作為一個作業 咱們再來留一個有趣的邏輯問題 說有一個人到某一個原始的社會去旅遊 結果最後走的時候迷路了 這會正好就看到了一個岔路口 到了岔路口之後 他知道這岔路口 把一條路是通往生路的 另外一條路你要是走了就死定了 一條路生 一條路死 那他不知道哪條路是生 哪條路是死 這個時候他看 有兩個土著人在這呆著 他可以花錢去問這個土著人問題 但是他仔細一看 自己身上的這個錢 就只剩下能夠問一個土著人一個問題了 就只能問一個土著人 而且只能問一個問題 是吧 然後你再問第二個 這個錢就不夠了 他想問哪條路是通往生的 哪條路通往死的 但是問題是這兩個人 曾經有人告訴他們 說這兩個人一個是真誠的部落的人 一個是虛偽部落的人 這個真誠部落的人他只說真話 而虛偽部落的人他只說假話 你也不知道哪個人是真誠的 哪個人是虛偽的 好 現在我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已知這兩個人一個是真誠 一個是虛偽的 而且你的錢只夠問其中的一個人 而且只能問一個問題的話 你怎麼樣才能問出來哪條路是通往生 哪條路是通往死的 這樣一個問題 好吧 大家如果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可以在留言區下方留言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可以在YouTube帳號李永樂老師里訂閱我 點擊小鈴鐺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更新信息